年初的时候是过紧日子 这才多长时间就沦落到杂锅卖铁了 这形势发展的是很快的 现在说这件事的主要内容 能哪来的这么一件事呢 其实最近一直就在说这杂锅卖铁的事 只不过最近有一个地级市 两边都发了政府的文件 严格落实杂锅卖铁要求的方案 一项重庆等等还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 这个都上了红头文件 它都是地方的那种文件 这不光是他们了 还有一些其他地方 都有这种杂锅卖铁的一种说法 你直接把它写成文 放在题目里可能没有 但别的很多文件里边都有这些内容 都叫杂锅卖铁 这件事呢是一下引起了人们的镇静 首先你看重庆这个也罢 青海的这个也罢 说到这个题目要落实杂锅卖铁 那杂锅卖铁都是打着引号 也就是他们引用的一句话 那这个引用从哪引用来的呢 从官僚系统里边第一次见到 正式见到这个呢 是去年欧院办公室发的第47号文 限制12省份的新增投资 不要再投了 不要再乱搞了 你们把现在的这个笑话的能够弄完就不错了 我千万不要再乱上项目等等是搞了这个的 那是不是引用国务院内 我这要打引号 也不是 你要看那47号文 那是国务院的文 他也打着引号 什么意思 有所引用 从哪引用 国务院要引用 他引用谁啊 所以说杂锅卖铁这几个字 这么打着这个引号 一路追上去 一路引号 你就会知道 这是来自最高领袖的批示 要过杂锅卖铁 突然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 这里的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地方财政 现在已经都坍塌了 有最新的数据 2024年的6月份 地级市的土地出让 就是负的 大规模负的 已经达到了218个 地级市 全国大概我印象有270多个 它有218个 全是负的 1到7月份累计的降服 这里边好几个清零的 地级市 海南的丹州 卖地 负的100% 卖出去多少 零给清零了 青海的玉树 负的100% 零 四川的阿坝 负的96.9% 广东的深圳 负的94.3% 陕西汉中 负94% 福建全州 负83.6% 四川广安 负83.3% 什么云南红河 83.1 你就这么一路下来啊 南昌 负的76.8 等等等等 好几家归零了 大部分都是卖的 也就卖了 和网年相比 也就是个百分之十几 二十几 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 你把它全拉起来 200多个地级市 都是这么一个状态 实在活不了了 原来卖地的钱 占他们地方财政的 七成到八成 那你说他怎么活 这么大的一个亏空 养着那么多人 他怎么往下混呢 那这网上报呗 那我实在混不下去了 那怎么办 财政部的数据 整个的地方财政的税收 特别是 整个的基金 各方面都是血亏 根本没有挣钱的买卖了 所以这种情况 就非常的严重 那现在卖地卖不出去 企业又挣不上钱来 然后跟中央要呢 看这个意思 给劈些四个字来 砸锅卖铁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那你们中央也不给 那现在就问 那谁是这锅 谁是这铁啊 我现在要砸谁 我要卖谁啊 我地方政府怎么办呢 现在呢 咱们给大家说说 它这个比较正宗的 一些做法是什么啊 说现在呢 是要下军令状啊 叫三封间一盘活 盘活国有资产等等的吧 这里边有三加六加恩 三呢叫止损制亏 瘦身健体 提高效能 六呢就是动点国有企业 恩呢是指42户亏损企业 等等等等 等功烂七八糟 然后还有什么46种国有企业 资产盘活 等等的吧 就类似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 重要的是国有的三资 要把它盘活 所谓这三资呢 国有资产管理 路化财政支出 你比如说原来他们盖的 线为半门大楼 或者最近有一张照片 好那半门大楼 那就跪着进去 那走进去就得累吐了血 你要说卖铁 是不是卖这些国有资产 这帮人可不买 那里边可没说啊 当才说什么三资啊等等 可没说把这些房子 建价处理都给卖了好开支 到现在还没到这个程度 还没到这个程度啊 他就是把这些东西 怎么想办法啊 翻等翻等手里有什么可能换钱的 这些东西咱们想点办法 主要还都是让太帮做工作 问题是你现在手里的这些企业 就是政府的这些企业 我们也都知道他也不挣钱 你要怎么着他也不挣钱 你确实能瘦手伸 把一些合同工给裁了 当然他们的既得利益阶层 他是肯定不会动的 也就是把这些东西呢 能够省点钱结结支 您说哪开元钱 他这玩儿 砸锅卖铁 自己能开元吗 这四个字 是给他们一种咬牙切齿的决心 不是说现在他们这理解 还都在自己的国有资产上 在自己的内部在想办法 他们都理解的都不对 砸锅卖铁 这铁谁是锅 整个你管的这事 本哥这锅全是 不能填上那个亏孔 在那儿不惜砸锅卖铁 咱们当家过日子 要说到砸锅卖铁 那就是不过了 已经到了最后的地步了 整个在你这个城市 或者在你所管辖的那个地面 你别老在你的国有企业 什么办公楼招待所 那打打打撞 那就全来了 所谓的砸锅卖铁 那就是不积一切手段 你们给我据脸 你们自己想办法 等于这砸锅卖铁 这四个字 实际上就是一声发令枪 这帮人马上就会转过对方了 你看那个重庆的那个区 他最后他搞了一个什么 砸锅卖铁办公室 你看他下过那个 他们的弄的那几条 都不上路 都不上路 马上就开始了 说到罚款 那肯定是主要的一项了 我给大家说一个数字 这我是从一个市里 查到的一个数字 刘明吧 盘景去年罚了13亿人民币 和盘景的老百姓 每个人平均超过1000 你就说盘景这边厉害不厉害 占整个税收收入的13% 老百姓一个人人均1000块钱 当然不一定罚本地的老百姓了 凡是在这过路的 那国道上或者怎么着 到处那都是涨钱的地方 那都到处罚款 所以说现在呢 就用砸锅卖铁的决心和勇气 去填补窟窿 评价几句呢 从当初的过紧日子 到现在砸锅卖铁 只能说明现在情况 越来越严重 地方财政现在已经到了 借不开锅的地步了 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个程度了 但是问题你老喊这样的话 老让过紧日子砸锅卖铁 那你国家啥形象啊 你整个的社会环境 是这么个环境 外资谁还敢来啊 你的国家现在处在这么个状态 那谁还敢来啊 内资谁还敢投资啊 所以说他这顶也是个双刃剑啊 这是第一 地方财政正在坍塌 第二呢是明白告密吗 中央不管 你们自己砸锅卖铁想办法 自己想折 自己利用你们手里的权力 利用你们的条件 自己去搞钱去吧 中央肯定不管 要不然不会给刺铁这么四个赞来啊 那能怎么着啊 没扯呀 过两天他们就想明白了啊 我今天给他们开开道 那这过两天就 砸锅卖铁不是具体的 它是显示了这一种 破釜成熟的一种决心 刀口向哪儿 你们自己再去琢磨去吧 所以说最终所有的这砸锅卖铁都要落在所有的民办企业和老百姓身上 最后还是这么一个结果了 历朝历代 走到这一步